1米8的車寬 150公分的防護能力 它的防護體力達到80% Toyota很有誠意嗎? 我不覺得 很好玩喔 新款的反而沒有隔音材質 但是舊款的有 當然有人會說 我拿Toyota的錢 我告訴你啦 我從來沒有拿過任何車上的錢 以我們捷運機器的精神 我們就是每一個環節 實際的測試 分享的才能 大家好我們是舊運汽車 在之前我們做了這個 兩代車型的比較 做了什麼車? KUGA DRV HRV SPEED 我們能放過Toyota嗎? Toyota也是一個很大的廠牌 既然我們有這個資源 買到左邊新款 投P2019年的RAFFLE 是本進口的 右邊 2018RAFFLE 我覺得這個節目 或者是這個企劃呢 很有意義 就是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車廠 它的車子 是進步 還是退步 還是完全沒有改變 這個都是 你沒有拆解開來 你是不知道 它的思維 跟它的做法 那當然很多人喜歡說 我們拿池糧 那我其實還蠻想問他們 不拿池糧 田田可以拿什麼糧 覆測 覆測 拿 設計儀 拿 拿 拿 好不開玩笑了 RAFFLE呢 這一代 其實還是有差距喔 你看 2019年的 它的 左側的防撞鋼梁的 延伸件是 鑄鐵材質的 右側的也是鑄鐵材質的 你可以去翻我們以前的影片 我記得最新款的 我們上次 本世界我們開油店的 它連防撞鋼梁的特編 都是做鋁合金的 來量一下它的長度 長度呢 光這個沒有延伸件就 一百二十一公分 而如果我們把這個延伸的 都放進去的話 一米八的車寬 一百五十公分的 防護能力 它的 防護比例 拿到八十四 我覺得這個比例是非常高 非常足夠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前面的這個 鋁合金的 兩頭 它是一個 摸字型的 管型件 然後 在 這個鋁合金材質的 厚度 2.5mm 整片 2.5mm 包含你看喔 下面還有一個 鋁合金的 小前兩頭 但它沒有連起來 這比較可惜 可是我怎麼覺得 這個 2019的結構 沒有我們上次 錄的這個 2023年 有點好 感覺上 有差一點喔 沒關係 這次的測試是什麼 新舊款的進步 它就沒有用 任何的鋁合金材質 然後它的這個 前兩頭的長度 123公分 它不是一片田 它是方形的管型結構 捷運騎車 提供您一個 專業的 估價網站 只要上到 AutoStar網站中 選擇 中股車線上估價 提供您16個廠牌 160個車型 以及5000多筆資料 只要您輸入完整的 車輛資訊 我們就可以提供您 最正確 最精準的中股車收購服務喔 中間比較方 中間是一個方體 然後旁邊 就收斂了一點點 不過沒關係 我們來量一下這個的 鋼材的厚度 鋼材的厚度 鋼材的厚度是3mm 比如說這一片田 3mm 然後整個充壓 變成一個管型件 然後判上去 到這個潰縮區 裝到你的主樑 來完成一個前防撞鋼梁的 一個結構圈 Toyota很有誠意嗎 我不覺得 有兩個可能性 就是TNG的底盤的 要求是比較高的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什麼 這種日規進口 日本原裝進口的車子 因為它會外銷到 美國歐洲各個國家 所以它對於自己的要求 會更高 也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測 福特啊 動達啊 怎麼都那麼不及格的感覺 因為是國產車 國產車政府沒有用 那麼嚴格的測試標準去測試它 它們就可以在某些地方 節省成本 車門打開來 是兩片式的設計 不是不乾膠 這個門板鎖上去 門的結構是一個 很粗壯的圓形鋼梁 上面一個結構體 都蠻可惜的 這個車子不是一體成型的 是兩片三結的 那我們看後門 主樑 圓形的主樑在下面 層45度角往上 中間一個結構體 那這個門呢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只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對於門板的密封度 不是打塑膠片 而是用板子來做密封 舊款的有沒有看到 這黑黑的膠是什麼 就是不乾膠 就是這個門板 你裝一個板子密封 你的隔音更好 你的防水素更好 那你不裝板子 直接黏一個塑膠片 你的成本更低 但當然其他的隔音那些 功能性都是下降 所以在舊款的部分 跟新款的部分 然後新款有升級 再來就是後防撞鋼梁 它的長度是123公分 其實以後防撞鋼梁來講 算是蠻長的 我們為什麼一直說管齊線管齊線 就是它是沖壓一個方形體 以後再沖壓一個方形體 然後焊接起來 有沒有 所以你中間這邊 都有多的量柱的概念 而這一片 沖壓鋼板的厚度 我們來測量一下 1.6mm 不過它的後潰縮區很小 幾乎沒有 這個就比較扣分 它的後潰縮區很小 好吧 我們一直笑這個 ZRB是一片鐵 它呢 其實也是一片鐵 一片鐵片 但是它是有結構弧形的鐵片 然後鎖在這個後圍板上面 所以呢 這一個增加的防護能力 其實也是微乎其微啦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數據是多少 後面這塊鐵片是2.1mm 然後它是一片 然後沖壓成這樣子 有弧度的 然後鎖在兩個地方上去 但它也沒有跪縮區 沒有跪縮區 其實你這樣撞進去碰不到 其實也是一下就到後地板 所以你說這一個防撞鋼梁 等從來沒有 好 那當然看這些實測拆解 有一個東西 是我個人覺得重要的 就是它在於這些 包含於ABC柱的框架的 焊點數 新款跟舊款 它到底有沒有進步 是維持一樣的水準 還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已經測過新款的 新款的RAV4呢 在前門這一個 A柱的框架裡面呢 總焊點數是89個 你可以看到它的焊點數其實是密的 其實啦一定會有酸明說 啊這個焊點數沒什麼參考價值 你如果去仔細看POWPLUS 或者是很便宜的那種什麼TIT 它那個焊點喔 可能這麼寬才焊一個 這麼寬才焊一個 很貴很貴的進口車 它的屋頂上面是用連續的雷射焊接 那當然就是這個板件的接合 如果不重要 那為什麼它要變多呢 一定有它的結構工程師 以及設計工程師的道理在 那我們就把每一個數據分享給你 讓你去思考 欸這個車廠它是慢慢在進步 還是退步的 新款的有 89個焊點在AB住的框架 舊款的只有78個 也就是說它進步的幅度 接近15% 在後門的部分 新款的部分是86個焊點 然後舊款是72個焊點 所以呢 都大概是10幾個焊點的進步 你想喔 70個跟80個 密集在一個同樣大小的空間裡面 那你的間距其實是近很多的喔 差異蠻大的喔 最後尾箱也是 尾箱在新款的RAV4 是93個焊點 而在舊款的RAV4是84焊點 所以這次的兩代比較 在焊點數的部分 Torota是重視這件事情的 它把它的這些 車頂框架的焊接數都做升級 那我們就如實的把這個結果分享給你 左邊是我們拆下來 舊款RAV4的零件 右邊是我們拆下來 新款RAV4的零件 幾個東西跟你分享 第一個 你自己看到它有個小小的隔板 就是說 這款RAV4它底盤裸露的程度比較高 而你看右手邊有沒有 它在下面底盤 左了一片上去 後面再一片上去 把它的底盤全部都包覆住 再來是什麼 門板很好玩喔 新款的反而沒有隔音材質 但是舊款的有 好 那我們也量一下它的煞車系統 全單活塞的 305的盤 後面280的盤 這個是295的盤 舊款比新款少 10mm 後面一樣280 那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因為305跟315跟325的盤 其實對於沙特地道的差異 幾乎不維乎其為的影響 可是我一撐起來 我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這一代 RAV4的下工製糧 它不但全框架 連接到這個下面 梁頭下面 而且它這一個 沖壓剛才的結構非常的厚實 非常的粗 你可以感覺到 它這個全框式的下副車架 包含到這個地方 副車架的大小跟用料 都非常量的扎實 有可能 TNGA的底盤 都是進不成這樣 以我們捷運機器的精神 我們就是每一個 團結實際的測試 分享的觀眾 而你看舊款的 來 有沒有 你就看它薄薄的 薄薄的 用鎖的 有沒有 它那是一體成型 沖壓 這是用鎖的 薄薄小小的 用鎖的 薄薄小小的 這個不用齒糧啦 到現場用眼睛來看 你就知道了 它這個新款進步的幅度很大 比較可惜的是 這個車子沒有做任何 底盤平等性的施工 然後也沒有噴塗任何的隔音材質 也就是說 這代RAV4有可能 它的隔音效果也不會好 我們台灣人真的滿可憐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能買的車不多 關稅保護之下 讓我們其實辛苦的大半輩子 拿一百多萬買車 其實就已經很辛苦了 所以你的選擇很少 好 雖然它這個用料很好 可是它的隔音 我想應該會出色 中間有個隔熱材質 不過這隔熱材質 觸得小小的 是很勉強 喔 這邊有排氣管 我短短的做一個隔熱材質 防護一下 然後中置式的塑膠油箱 然後我們來看後面的底盤 好 至少它不是扭力量 它是一個四連桿的獨立懸吊 那獨立懸吊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當然你過彎比較貼地啊 或者是 劇烈抄架的極限比較好啊 可以調很多的平角啊 但我覺得 對於我們一般的人而言 扭力量跟獨立懸吊 最大的差異跟好處就是 你獨立懸吊的車子 如果它調校得好 不要為了性能而做的話 後座的人比較不會暈的 因為它兩邊可以這樣子動 扭力量就會這樣子動 那你是不是頭就會比較暈 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們看舊款 喔 有沒有一比較就知道了 雖然都是獨立懸吊 你有沒有感覺這個獨立懸吊的結構 是比較簡單 你看 剛剛那四連桿嘛 這邊一個下肢壁 一個前面連接之幣 跟一個上肢壁 就沒了 所以它這個底盤結構 是做得比較簡化一點 這一定 這一定 跟TNGA底盤有關係 其實這就是我們消費者要的嘛 比如說我2015年的時候買Raffle 帶著它 帶著小孩慢慢長大了 存了一點錢 8年以後 欸 這頭毯沒有壞 沒有給我造成什麼麻煩 那我今天還是相信這個品牌 我再信任它一次 再買一個Raffle 結果 它自己願意 在所有的面向裡面做升級 這樣子 這個客戶它就會一而再再而三的 對於這個品牌 繼續的信任 就會產生忠誠度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同企業的思維 那當然有人會說 我拿TOYOTA的錢 我告訴你啦 我從來沒有拿過任何車廠的錢 甚至 我們上次那個Raffle漏嘴 應該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那為什麼 就是 錢運氣車是一個很不聽話的小孩 對不對 欸 對 也不是不聽話的小孩 就是 我們所有的內容 都站在螢幕前的消費者 你這個立場 所以我們就要以 助人的角色 最透明的 公開 我們去發現的 所有好的壞的內容 捷運氣車現在有成立一個 二手重機以及機車的部門 我們有提供二手重機 還有機車的商品以及服務 也有協助您高價收購您 二手重機以及機車 現在想要訂閱捷運機車的頻道 第一個月抽iPhone 第二個月抽Goporo 第三個月抽汽車 在兩晚抽到趕快去訂閱吧